30岁生日,我妈送了我一套500平大别墅 弟弟女友立马上门 姐,你一个30岁的大龄圣女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多害怕 你主动点让给我跟你侄子 大家都得说你懂事 笑死,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 还真是光屁股拉墨,转着圈的不要脸 一,宝贝,生日快乐 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礼物 早上刚一睁眼,我妈就已经守在床边 给了我个红彤彤的大本子 我一看,好家伙,房产证 是我前几天顺嘴提起想买的一套新开坛的别墅 虽然我自己也能买得起,但我是妈宝女 这房子作为生日礼物由妈妈送给我显然更有意义 谢谢妈妈 正当我还在跟妈妈黏黏糊糊的腻歪时 卧室门被烹得打开 两个陌生人出现在我的屋里 啊,出去 我急忙拉好被子,缩在我妈怀里 我妈也懵了,你们是谁啊 谁让你们进来的 因为是夏天,我穿着真似吊带睡裙 不知什么时候左边的吊带滑落了下去 露出我胸前一片雪白 男人油腻的视线肆无忌惮地在我的身上来回游已 还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女孩则是紧紧盯着我手里的房产证 像是恶狼看见了宝藏 周晨听到我尖叫,急忙跑了过来 姐,吓到你了 这是萌萌和大哥 我带他们给你庆生来了 看到眼前的景象,周晨急忙把他们带出去 不住的给我赔不试 我妈脸色也很不好 但毕竟人家第一次上门做客 还是给我庆生 她也没好意思说些什么 我强忍住没发火 收拾好后来到了客厅 只见刘萌萌紧紧依偎在周晨怀里 他大哥四处张望着 巡视着这家里的每一处 不放过一个角落 眼中尽是贪婪 姐,这就是我女朋友刘萌萌 这是他大哥刘刚 周晨见我给面子 忙狗腿地介绍着 我没说话,点点头 可刘萌萌立刻红了眼圈 阿晨,姐姐甚是怪我们吓到她了 所以瞪我 可我真的只是想给她送礼物啊 WTF 她哪只眼睛看见我瞪她了 绿茶味这么浓 我弟看上她是眼瞎了吗 我弟见此赶紧安慰 没有的是 你肯定是看错了 我姐才没这么小气 哄了好半天 刘萌萌才抹完眼泪 委委屈屈地拿出一个盒子 姐,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花瓶 虽然不值钱 但也是我费了好大劲才做出来的 希望你不要嫌弃 我明明嘴 虽然心里还有点气 可秉承着 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原则 我还是笑着接过 谢谢 没想到 在我拿到盒子的前一刻 刘萌萌突然松了手 陶瓷花瓶跌在地上 四分五裂 姐,你要是瞧不上我送的礼物 就只说 用得着这样羞辱我吗 我知道我跟周辰门不当户不对 但是真爱有错吗 刘萌萌哭得梨花带雨 像是我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一样 既然姐姐这么容不下我 那我还是走吧 听了这话 刘刚凶神恶煞地挡在刘萌萌面前 随即对我破口大骂 你凭什么走 要走也是他走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赖在娘家不嫁人 霸占弟弟的财产 这种女人要在我们乡下 早让我两个大尔光子抽死了 姓周的 你要是个男人就坑一声 我妹妹肚子里穿上你的重了 这是到底怎么办 啊 我妈我俩一致看向周辰 但周辰也是一脸震惊 但很快震惊就变成了喜悦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 我是孩子爸爸 竟然这么晚才知道 周辰赶忙将刘萌萌扶到沙发上坐着 又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刘萌萌甩开她的手 别扭地转过身 本来是想当成礼物 送给姐姐和阿姨的 可是没想到 她一边说 一边偷偷观察我妈的神情 在她看来 天下所有的妈妈都是重男轻女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应该立刻 把她当成国家一级保护废物 哦不 动物 掉转枪头 跟她一起谴责我刚才的行为 可除了周辰 一口一个宝贝地哄着她 我妈并没有露出她预想中的神色 周辰 你好好解释下 到底怎么回事 虽然我妈并不古板 可是 她从小就教育周辰 要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 没有考虑好跟女孩子共度一生 就不要在外面七搞八搞 这几年 我妈也给她介绍了几个 门当户对的附加千金 可是 这么多漂亮香香的小姐姐 周辰愣是一个都没看上眼 直到她跟刘萌萌谈恋爱 我才知道 电视剧里 附加少爷爱上穷人家女孩的桥段 真的不是编剧强行降制 而是附加少爷根本就没脑子 妈 这不很明显了 我爱萌萌 她又怀了我的孩子 我要娶她 听到了周辰的保证 刘刚这才没好气的哼了声 算你还是个男人 不过我告诉你 我们萌萌也不是这么好娶的 你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 不拿出点诚意 休想娶我妹妹 她这话不只是说给周辰听 更是说给我妈听 周辰是个非典型的富二代 虽然家里有钱 可是她却无心继承家业 只想去追求艺术 家里的一英生意都是我在打理 在众人眼中 我是集团的小周总 而周辰却只是周少 显然 这个情况无论是刘萌萌还是刘刚都知道 周家的家业 事已至此 我妈知道现在反对并不会拆散 这对苦命鸳鸯 反而会让她这个傻儿子更加坚定 所以她也没有表态 只是淡淡的说了句 先吃饭吧 屋子里五个人 四个都心事重重 只有周辰跟二傻子一样 忙前忙后帮刘萌萌不菜 周辰现在恋爱脑上身 不管他们说了什么 他都会说是是是 好好好 眼见实际成熟 刘萌萌撞四不经意的提到房产证 姐 你一个三十岁的大龄圣女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多害怕 你主动点让给我给你侄子 大家都得说你懂事 就是 那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要我说庆家母你也是糊涂 周辰这么大个儿子 在这摆着 非得把钱花到女儿身上 刘刚也在旁边帮腔 见他们蹬鼻子上脸 我放下筷子 说了吃饭后的第一句话 呵 你还真是嘴里插了太塞路 张口就拉 三 真没叫养 难怪到三十了 还没有男人要你 刘刚猛地将筷子摔向桌面 指着我的鼻子开骂 我告诉你 这家里还轮不到你插嘴 以后这家里的一切都是我妹夫的 你都注定要嫁出去的赔钱货 要是还想在这家里有口饭吃 就加起尾巴做人知道吗 刘先生好大的口气 我倒不知道 我们周家的家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姓刘的来管了 我妈抬眼扫离眼 怒气冲冲的刘刚 拿纸巾擦擦嘴 我自己的财产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别说五百平的别墅 就是慢慢想要整个公司 我也愿意给他 我看这饭吃的也差不多了 阿晨 待会儿你就把刘小姐和刘先生送回去吧 我们周家妙小 供不起这两尊大佛 文言 刘萌萌萌委屈的红了眼眶 对不起 阿姨 是我们两个扫您的心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这个底层人 就不配进您周家的门 您放心 我不会纠缠阿晨的 明天 我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 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哽咽得不行 但还是倔强的挺直了几倍 像是要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真是好大一朵白莲花 我知道周晨最看不得这个 果不其然 他皱着眉口出声 妈 你怎么能这么侮辱萌萌 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又是我孩子的妈妈 你 没等她说完 我直接一个巴掌扇了过去 你哪只耳朵 听见妈说这句话了 谁给你的胆子 这么跟妈妈说话 周晨刚要反驳 我妈开口了 既然说到了这 那我也声明一下 我们周家虽然没有皇位要继承 但是我们也不接受 这种来路不明的孩子 如果刘小姐 你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 那么好 如果做了亲子鉴定 证明孩子是阿晨的 那么我就开开心心 让你进门 但如果不是 我妈抬眸 看向刘萌萌 那你也要知道 骗我们周家人的代价 刘萌萌猛然跟我妈对视 被她的威压 吓给赶紧骗过头去 像一只受惊的猫一样 缩进了周晨的怀里 周晨保护预报棚 刚要发作 我妈转头看向她 一字一顿地说 看见了吗 这才是侮辱 四 这顿饭不欢而散 没过多久 我收到了来自刘萌萌的消息 她说要为上次的事情 跟我道歉 亲自来我家下厨 为我做一顿饭 喝 做饭 她不毒死我就不错了 姐姐 你来了呀 快来吃饭吧 我刚进门 刘萌萌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又是给我端起泡水 又是接过我手中的包 仿佛上次我生日时 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 我妈去国外出差了 周晨因为要办一个画展 抽不开身陪她一起过来 就把家里的密码告诉了她 让她自己提前来了 家里就你自己 是啊 我哥嘴笨 上次说话不中听 惹你们不开心 这次我就自己来了 刘萌萌的眼神很真诚 姐姐 上次的事是我跟我哥做的对 我跟你郑重道歉 她往我碗里加了很多菜 在她的期待的目光中 我全都吃了下去 很快 我觉得头很晕 一直关注我的刘萌萌也发觉了 忙说扶我去卧室休息 我没有力气 将全身重量都靠在她身上 等到了床上时 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姐 刘萌萌试探地叫着 见我没有任何反应 她狠狠踹了我两脚 死八婆 让你看不起我 让你高人一等 今天就让我哥好好教训教训你 她话音未落 刘刚便从我的大衣柜里钻了出来 刘萌萌将我斗柜上的胶片机声音 开到最大 锁上房门拿着钥匙走了 哼 管你平时再怎么横 现在不都得求着老子疼你 就在刘刚臭哄哄的嘴凑上来的一瞬间 我使劲将她推下床 你别过来 我慢慢从床上坐起来 看她疼得呲牙咧嘴 臭娘们 你耍我 她满脸不可思议 随后不怀好意的黑黑一笑 一步步向我逼近 好啊 醒了好 醒着才有滋味 五 她再一次凑过来时 我直接一拳将她撂翻在地 她久久没有起身 活动着有些发酸的关节 我一步步逼近她 都说了 让你别过来 别过来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哦 那姐姐就好好疼疼你 屋里的音乐声淹没了刘刚的惨叫 没一会儿 这个耸淡就晕过去了 我关了胶片机 听见了焦急的敲门声 阿陈 你可算回来了 姐姐刚才不舒服 就回屋了 我哥喝了很多酒来找我 他冲进门 横冲直撞 就进了姐姐卧室 还把门反锁了 他们不会 刘萌萌欲言又止 门外吵吵嚷嚷的 好像有很多人 我挑眉 没想到刘萌萌还有这个脑子 想一件鼠雕 他先是故意请周晨的朋友们来做客 在众人面前将我被玷污的事情做事 让我以后在这个圈子里抬不起头 他想 周家为了名声 自然会舍弃我 让周晨成为掌权的继承人 然后 他又将事情全推到了刘刚头上 自己装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如果周家想将事情掩盖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我嫁给刘刚 如果周家硬钢 那这笔账就会记在刘刚头上 借着周家的怒气毁了刘刚 他也就彻底摆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 无论怎样 他都是那个受益者 既是好记 可他低估了我在这个圈子的地位 六 周晨正要踹门 我刚好拿出备用钥匙打开 他扑了空 滚到我脚边 见到刘刚被对着门 在床上躺着 我的衣衫发型都很凌乱 周晨心都凉了 门外的众人一副开好戏的样子 他惊魂未定 忙爬起来看我有没有事 我挟了他一眼 等你来救我 我早都死了八百遍了 见我这副模样 刘萌萌嘴角的微笑压都压不住 他装作一副愧疚的模样 渲染欲气 姐姐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放心 我哥做了这种混账事 我一定让他对你负责 他扭捏作作的神情让人想吐 我甩开他的手 重新绑了下头发 整整身上的衣服 与其担心我 你还是担心担心 他有没有命活着吧 刘萌萌脑子有些转不过来 旁边里是珠宝的二公子 好心解释 人家小周总可是散打冠军 就这么的癞蛤蟆 别说想跟人家有什么了 肯定是还没等近身 就被干趴下了 众人哄堂大笑 理想 你这是骂别人 还是骂你自己啊 理想有些尴尬 瞪了他们好几眼 姐姐 我承认这是哥哥冲动了 可他只是喜欢你 他喝多了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不把我们底层人当人 把他往死里打 不知是谁吃笑一声 这哪来的山顶动人 法治社会的落网之余 人家正当防卫 被他一说 倒成了故意伤害了 刘萌萌耿住了 按理说 他们看见我这些乌糟事 不都应该鄙视我 进而落井下石 将此事宣扬出去吗 可这剧情走向 怎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其实原因很简单 周晨这些朋友 都是跟他一样 吃喝玩乐的富二代 他们跟我这种 掌握实权的集团负责人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别说见了这场面 就是更刺激的他们 也得笑着逢迎 这边理想为了找回场子 选择向周晨开炮 不是我说 周晨 这么多年你真是白长个子 没长脑子 今天这情况 你真觉得是个巧合 在场的都是人精 谁家里没遇见过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 虽然理想的话并没有挑明 可谁看不明白 这样拙劣的手段 可该说不说 虽然手段老套 但这要是放在任何一个 不受家族重视的女孩身上 无疑是灭顶之灾 只可惜 他碰上的偏偏是我 气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刘萌萌身上 他有些无措 只能用无辜的双眼 盯着周晨 不住地摇头 不是我 阿晨 你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周晨眼中有些迟疑 事已至此 他还是不愿意怀疑刘萌萌 这个在他心中 像月光一样纯洁的女孩 你们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妈出差回来 拎着箱子出现在门口 傅阿姨好 刚才还吊锒铛的众人 见到她的那刻 瞬间就恭敬起来 瞥了眼雾内的情况 我妈顿时紧张地看向我 我摇了摇头 示意我没事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刘小姐 我跟你说 没说过算计我们周家人的后果 不是我 阿姨 真的不是我 你相信我 请你们相信我 刘萌萌的眼泪 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他以为所有男人 都会像周晨一样 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迷惑 可惜 大家眼都不瞎 只有周晨 他不止地觉得 大家是因为刘萌萌的家事排挤他 英勇地挡在他面前 妈 萌萌这么善良的人 怎么可能去害我姐 你没有弄清事实 就一口咬定 这是萌萌算计 你这就是故意针对他 你得给他道歉 看到周晨这样护着他 刘萌萌顿时又来劲了 阿晨 我知道阿姨就是看不起我 都是我的错 你别为了我跟妈妈置气 谢谢你愿意爱我 是你让我在无边的黑暗中 感受到了唯一的一缕光 只是这辈子 我们没有缘分在一起了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让人把脏水拖在我头上 说吧 他决绝地向墙上撞去 萌萌 场面瞬间乱作一团 我非常无语 他以为自己在演穷妖戏吗 默默转头 我静止来到周晨卧室 胡乱给他往行李箱里 塞了几件衣服 拎着箱子走了出来 周晨搂着刘萌萌满眼心疼 冲我妈吼道 你非得逼死 他们娘俩才甘心吗 既然你这么狠心 那我就 那你就离家出走是吧 我接过话茬 把行李踢到他跟前 箱子在这 现在麻烈给我滚 爸 警察做了笔录 带走了刘刚 他们以为自己买的是安眠药 其实我早就让人掉包 换成维生素了 本来想通过这事 让阿诚看清楚 谁知道 这小子跟瞎了一样 我妈没好气的哼了一声 没想到前院那个老家伙 为了吞下周氏 竟然搞这种下作手段 来美人计 更可气的是 周晨那个王八糕子 还真掉进去了 真不知道这脑子 到底是随了谁 这是我也没想到 某天我在跟客户吃饭的时候 恍惚间好像看见了流氓吗 只是 她的穿着打扮 与她平时的乖乖女风格 大相径庭 那天 她穿着火辣 仅仅因为在一个 挺着啤酒肚的光头身上 在众人暧昧的起哄声中 跟着家伙吻得热火朝天 起初 我只以为刘萌萌 是个脚踏两只船的绿茶婊 除了吊着周晨这种 没有脑子的富二代以外 还勾搭着别的集团 有实力的老总 给他们当情人 拍了张照片 正准备发给周晨时 我突然发现 照片中的男人 赫然是周氏集团的大股东 前月 那一瞬间 最近发生的种种 在我脑子里像个电影一样 串在了一起 我突然想明白了 刘萌萌所做的种种 都是前月受益的 她想要周晨回来 进入集团 跟我分庭抗礼 她假意帮助周晨 实则是要让周晨成为傀儡 而她 做幕后的实际掌权者 就 自从周晨从周家闹理场搬出去后 这个消息 就像长了翅膀一样 很快散播了出去 不过 散播消息的人自然不会说 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一个女人 他们说我聘机私沉 对于周家这唯一的儿子 极尽打压 赶尽杀绝 要将周家的一切财产握在手里 甚至更离谱的传言静说 我爱上了周氏集团的死对头 故事的故总 要将这一切都作为嫁妆 带走去讨好故事 集团内部现在人心惶惶 大致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由我这么多年带出来的亲信 他们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 只听我一人的命令 坚决维护我 另一派则是拥护周晨的太子党 他们说周晨并不是无心集团经营 而是被我强行排挤到了圈子的边缘 现在他们要拨乱反正 夺回原本就属于周晨的权益 小周总 你现在都尼菩萨过江了 还这么有闲心啊 高尔夫球场 我遇到了钱月 我并未看他 摒弃凝神 挥甘尽动 钱叔叔不也是一样吗 不不不 我们可不一样 钱月点了一颗雪茄 吐出一个烟圈 你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 蹦大不了两天了 我呢 好日子还在后头 他搂着嫩魔 哈哈大笑离开了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下周一就是半年一次的股东大会 如果超过半数的人物 支持周晨进入集团 那我以后的路就不好走了 股东大会上 消失了大半个月的周晨出现了 他西装革履 坐在了平时钱月的位子上 我进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站起来向我问好 除了周晨和钱月 周晨甚至都没抬头看我一眼 自顾自的摆弄着手机 今天我也不都圈子 想必大家都听说了 最近关于我们姐弟的传闻 我坐下后直奔主题 周晨能走到今天 并不是因为我周曼有多优秀 而是仰赖大家对我的支持 对周晨的信任 我们所有人齐心协力 才让周晨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周晨不是我一个人的一言堂 所以 对于是否同意周晨来分公司 担任总裁的提案 大家举手表决 超过半数 提案通过 给大家五分钟考虑 我话音刚落 下面的董事们就开始小声讨论 五分钟后 五十一个人 只有二十五人同意 周晨的盯了我半赏 突然笑着拍手 好 不愧是有雷霆手段的小周总 这么短的时间 你竟然能拉拢这么多人支持你 不过 周晨毕竟是家族企业 可不是哪个姓周的人 都能随随便便来掺一脚 他打了个电话 只见他的助理抱着一摞文件 分发给了五十一位董事 每人一份 身后 刘萌萌挺着威龙的小父 诗诗然来到周晨身边 周家只有一个亲生血脉 那就是我老公周晨 至于你 小周总 刘萌萌讽刺一笑 不过是爸爸替别人养的野种罢了 十 什么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偌大的会议室 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声音 周晨眼睛通红 像是不能接受这个消息 我的手微微颤抖 拿起手边的资料 快速地翻阅着 这是来自A市最权威的 鉴定中心的亲子鉴定报告 上面写着 我跟一个陌生的男人 是亲子关系的概率高达99 9% 这不可能 那一刻 我有些恍惚 有种自己是这个世界的NPC的错觉 见我终于失态 鉴定整了整衣服 站起身 我想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周曼女士 已经不再适合做我们周氏集团的总经理了 那么周少 我还没死呢 钱总 这里应该还轮不到你来做主吧 我妈的突然出现 让我找回了些理智 傅董来了 您是否也应该跟大家解释下 关于周曼女士的身世呢 鉴定客气地迎上去 可说出来的话 却直戳我妈的心窝子 你还没资格来质问我们的家世 我妈越过她 握住我冰凉的手 让我坐到一旁休息 转身给了周晨一耳光 周晨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竟然让别人这么欺负你姐姐 周晨被打偏了头 表情倔强又委屈 我没错 刘萌萌 眼泪汪汪 阿姨 我知道您心疼女儿 可阿晨也是您的儿子 他才是周氏真正的血脉 您放心 即使姐姐不是阿晨的亲姐姐 我们也会永远在周氏 给他留一个公位的 不会让他没饭吃的 我妈冷冷瞥了他一眼 随即开口 周晨 你真是吃里扒外 好坏不分 你要是一意孤行 非要做这个总裁 那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 十一 事情最后还是以周晨 进入周氏分公司 当总裁告终 我还是集团总经理 只是要将手里的一半权利 分给周晨 钱月知道 我在周氏这么多年 根基很深 不是一下就能除掉的 能让我吃这么大亏 又达成了他的目的 他便也没有再强求别的 我妈跟我解释了当年的原委 他跟我亲生父亲离婚后 才发现有了我 本来他并不想接受我爸的请义 希望能保护我们娘俩 我妈很感动 他们结了婚 所有人都以为 我是我爸的孩子 宝贝 每个人都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你很幸运 遇到了你爸爸 他把所有的爱 平等地分给了你和阿晨 所以你并不比别人差什么 别活在别人嘴里 认真过好自己的生活 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我点点头 无论我是谁的女儿 我更是我自己 自那次见面以后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再见过周晨了 但他的事情 我倒一直在听说 周晨上任以后 他唯一的爱好 就是跟我对着干 我说往东 那他一定往西 但因为他从未涉猎过集团事务 所以刚上任 就丢了不少单子 集团上下都对他颇有怨言 这时 前月出面力挺 并且帮他收拾了所有烂摊子 周晨大为感激 放权给了前月 他的生活回到了从前 唯一多了的事情 就是每天签签字 一时间 前月风光无两 有了周晨的支持 前月形势越来越肆无忌惮 公司内部两派分化 内斗得厉害 周晨的股价跌了很多 暴风雨即将来临 十二 阿月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再晚点 你儿子可就要姓周了 刘萌萌满身相悍的 依偎在前月怀里 娇称的用食指点着他赤裸的胸膛 快了 快了 我怎么可能让儿子姓周 点了一支事后烟 吸了一口 对了 让你办的是怎么样啊 刘萌萌轻哼一声 当然办妥了 我偷听了周曼 打给周晨的电话 他说让他别都信你的 还说金城堡底这块地 他势在必得 让周晨别告诉你 也不要掺和 这样是成之后 他会把10%的利润分给他 啊 之前我就听说 这里有很多人都在抢 我提出要买的时候 周曼死活都不同意 还言之凿凿的说 这块地有问题 原来他这是声东击西 在这款我呢 这个臭娘们 他要是拿下这个 做成旅游度假区 那我之前所做的一切事情 就都白费了 所以 这块地老子要定了 竞标那天 前月信心满满的出现的现场 刘萌萌和周晨跟在他后面 周晨有些心虚 不敢看我 见到他 我装作吃惊的样子 随后弄示周晨 周晨 你还真是吃里扒外 刘萌萌挽着周晨的手 委屈异常 姐姐 阿晨都没介意你一个外人 插手我们自家事务 你怎么忍心 在这么多人面前落他的面子 旁边的人开始怯怯思语 早就听说 这小周总出身不正 没想到他这么猖狂 就是人家周少 才是这儿八经的继承人 也不知道 这副董事怎么想的 亲儿子不疼 偏心一个丫头骗子 这钱总跟小周 总不都是周氏的人吗 怎么还分开竞标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听说小周总怕被周家舍弃 已经攀上了顾家这棵大树 没准 这地就是给顾家拍的呢 见众人纷纷讨伐我 刘萌萌忍不住嘴角上扬 竞标很快开始 我率先举牌 五千万 钱月紧随其后 八千万 我不仅不慢加价 一个亿 价格比起拍价翻了一番 其他人见我们这是杠上了 也默默退了出去 在我加价到两个亿的时候 钱月已经开始犹豫了 我向他轻蔑一笑 拿出手机示意他看 我发给他一份文件 上面是他这几个月 大肆敛财的账目明细 他看完脸色巨变 头顶的汗珠大颗大颗滑落 他知道 要是这些被交给董事会 他就完蛋了 眼前的这块地 是他最后的退路 就算被周氏开除 他也能凭着这个度假区项目 东山再起 他咬咬牙 眼睛死死盯着我 两亿五千万 我装作不想服输 还要举牌 却被身边的助理死死拉住 眼神里的愤怒 不甘瞬间让钱月看到了希望 两亿五千万一次 两亿五千万两次 两亿五千万三次 成交 心中的大石落地 钱月挑衅道 周曼 终归是你奇差一招 我起身漫不经心的捋了捋裙摆 目光扫过周晨 只见他拨开流萌萌的手 一改之前的混账样 快步走到我身旁 顺手将助理手中的大衣 披在我肩上 我挑眉看向钱月 不知道钱叔叔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 叫做请君入瓮 十三 钱月看看周晨 再看看我 这才明白自己被耍了 你们根本就没有不和 都是在做戏 不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 拿周氏的前途当赌注 周氏内斗骨架缩水 你们绕了这么大圈子 就是为了骗我 他的语气有些惊慌失措 周晨冷哼一声 我就是在混账 也不可能跟外人来对付我姐姐 我是有点恋爱脑 但我不是没脑子 钱月慌了 但他又想到自己 已经拿下了金城保底 就算此时撕破连也无所谓了 他恨恨道 好啊 终日打咽 今天竟被咽着了眼 可那又怎么样 现在我拿下了这块地 我走了 你们周氏大半的基业 都得被我带走 几个小屁孩子 还想混商场 今天钱叔叔 我就好好给你们上一课 看他自大的样子 我忍不住笑了 嗯 怎么说呢 这很难平 我祝你成功吧 转身 我撇到一旁 还没反应过来的流氓氓 对了 你今天之所以能成功拿下这块地 可不能忘了你的大功臣 能让自己的情妇和儿子 整日整夜 跟另一个男人同床共枕 这气度一般人可没有 明天我就跟钱太太聊一下 让他把屋子扩建下 再刷上绿漆 毕竟到时候 赵钱孙里周五正亡七八个 不同性的孩子 都管你叫爸爸 那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 多子多福不是吗 钱月被我气得浑身发抖 可碍于面子又不能发作 看他这憋屈的样子 我通体舒畅 这才哪到哪 好戏可还在后头呢 十四 钱月用所有的股份 填补了贪污的资金 自请离职 走的时候 他还从公司带走了一批员工 自立门户 我跟周辰也开始了内部大清洗 从上而下 将周市整肃了一遍 发现那块地有问题的时候 度假村已经快完工了 有专家团队过去检测 在地下发现了 严重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想要这块地达到使用标准 就必须把已经建成的房屋 全部推倒 再掘第三池 把所有含有害物质的土壤挖走 稀释有害物质 听闻这个结果 钱月急晕了过去 这几年 他对这个度假村投入了全部身家 现在他所有的一切即将复制一去 他知道 一切都完了 现在 他的资金链断裂 无数贷款每天在不停地催债 钱月喝光了家里所有的酒 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带着刘萌萌和孩子跑路 可刚走到刘萌萌家楼下 他突然看到一条娱乐新闻 爆 靠山倒塌 无底线小三桂球前男友复合 配图是刘萌萌在周市楼下 苦苦哀求周辰回心转意的照片 点开新闻 里面有段视频 视频里 刘萌萌哭得撕心裂肺 阿晨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跟钱月没有关系 孩子是他把我灌醉了才有的 我不敢跟你说 我怕你嫌弃我不干净了 我真正爱的人是你啊 刘萌萌在周市门口 蹲了好几天才蹲到周辰 此时 他声泪俱下跪在周辰脚下 紧紧抓住他的裤脚不肯撒手 当时 要不是我跟钱月说 让他买下那块地 你跟姐姐的计划 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成功对不对 我是爱你 才愿意为你委屈留在他身边的 钱月死死盯着屏幕里的刘萌萌 转身走进便利店 当晚 有人报警说 居民楼起了大火 等到消防赶到的时候 只在里面找到两具烧焦的尸体 经过DNA鉴定 正是钱月和刘萌萌 他们的孩子 因为在外婆家逃过了一劫 现场 还有一把带血的刀 最终经过排查 警方已情感纠纷结案 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跟周辰正在餐厅喝下午茶 他辞去了分公司总裁的职务 最近正在忙着半画展 你真不考虑气文从商 周辰的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姐 咱家有你就够了 我就想逍遥自在 我们相视一笑 窗外 阳光明媚